有很多秀林乡文蓝村的农民呢 在前往鲤鱼潭台九线上摆设了小市级 伴售自家农特产品 秀林乡长王玫瑰大力推荐 在地部落有项耕作的贵族笋高丽菜 全部都是有机种植的农特产品 也欢迎华林乡亲和游客 可以来到文蓝部落选购当季的盛品 参赛完秀林乡第二届联赛 第一个场次文蓝进行比赛之后 秀林乡长王玫瑰文蓝村长田文采 韩春甘寺则是来到文蓝村台九线上 友善小农摊贩 来拨一早在山上采下的贵族笋 可以说是文蓝部落最佳的盛品 秀林乡长王玫瑰也担任其网红 来介绍这么好的有机农特产品 其实这个摊位我每次经过文蓝 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部落妇女 都会在这边摆摊 这个摊都是养生好吃会让身体健康的食物 我想这都是我们部落族人 他们自己在自己的田里自己跟种 虽然我们的小农贩 虽然他们家只有种几样 但其他的也是我们部落族人 他们种的一起把东西拿来这边卖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集散中心 但我们也都习惯 也都习惯了 那我希望我们花莲县 我们的乡亲如果有机会来到礼潭的时候 来试试看 买回去看看 你就知道我们的农特产品 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它又是养生 吃了会健康的农特产品 大家一起来响应 这些农特产品都是农民 都是以友善耕种的方式 为什么要用友善耕种的方式 他们种出来的东西 是可以提供我们族人 我们的乡亲 有一个很好的身体 吃了会让身体健康 徐文贤王伟队表示 雯南部落的小小四季的农员们 他们可以说是相当认真 以友善耕种为理念 华文贤情以有机的方式来种植农作物 为了就是让大家可以吃到健康的盛品 欢迎乡亲和游客们 如果经过旅潭桃游线上 前往瓦朗部落之后 可以停下来来选购部落的农特产品 接着请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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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ziękuj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